我們現在開始上的東西叫做海水的運動 我們要教三個運動 第一個運動叫做海流 第二個運動叫做波浪 第三個運動叫做潮汐 所謂的海流就是海水的流動 海水為什麼會流動很多原因 一高一低 傾斜流 一個密度大 一個密度小 密度小 密度流 然後一個流走人 補過去補長流 這個我們通通不教 我們只教一個 吹送流 被風吹出來 被風吹出來 吹送流 波浪就是海水表面的起伏 只有一句話就解決了 叫做無風 不起浪 跟風流關係就沒有了 所以等於沒內容 潮汐正式教是第三次段考 教天文的時候正式教 我們這邊只有把名字先介紹 你把它先背起來就對了 潮汐就是海水的高高低低 海水水位的高低變化叫做潮汐 是受到月球引力的影響 我們要教這三個運動 重點在海流以及潮汐 但是潮汐是以後才教 波浪沒有內容 那我們講的叫海流 比如說海水的流動 這又是個全球的洋流系統 欣賞一下就好了 你們在那個可愛的地理的時候 你們在可愛的地理 會跟你交墨西哥彎彎流 跟北大西洋洋流 你們會交墨西哥彎彎流 北大西洋洋流 就是你們在地理會交的 我們地科沒那麼多 我們地科只交一個 黑朝 我們連清朝都沒有交 當然也沒有唐朝跟漢朝 我們只有交黑朝 你們地理有交清朝 地科沒有 地科只有交黑朝 地科只有交黑朝 黑朝是台灣附近主要的海流 所以我們地科交的很少 然後地科很少 但是呢 你在地理啊 什麼之類會學的比較多一點 我們地科比較簡單 這個哪來的 風吹來的 這個海流怎麼來的 風吹來的 你們地老師有交行星風系嗎 沒有 沒有 有地老師有交行星風系 有 好 有 很好 就是地球長在這裡 太陽下的在 就有個固定的 風 那叫做行星風系 這個行星的固定的風 就吹來的海流有固定的方向 看看那張圖 那張圖 你們至少有聽過什麼 星空帶跟 星空帶 這就是行星空系 所以我說 我教你的都是 吹宋流都是被風吹出來的 但是曾經在聯考年代 考了一件事說 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的時候 他說海流是風吹的 我們當他是錯 為什麼當他是錯 因為課本 以前課本沒有教海流怎麼來的 只告訴你 風會是引起波浪 就把它當作是錯的 但事實上我教的都是 吹宋流 我教的都是吹宋流 被風吹出來的 那麼我們說我們只教誰啊 我們只教黑潮啊 黑潮哪蹦來的 就是有一個北赤道洋流 向西走 撞到了菲律賓之後 向北上 就變成我們的黑潮 所以黑潮就是 我們的北太平洋 這個太平洋的那個洋 北太平洋洋流流流 流流 向西邊流流流流 流到碰到菲律賓之後轉上來 就變成我們的黑潮 所以你就去背一些事情 背什麼事勒 黑潮來自哪裡 北赤道 黑潮來自北赤道 寬度不用背 深度不用背 水色身要背 因為水色深顏色深 所以把它叫做黑潮 黑潮 來自北赤道 還有一個東西你地理教過的 黑潮是暖流還是寒流 暖流 水溫比較高 水溫比較高 這個是地理就教過的 水溫比較高 它的流速快 拖刀洶湧 所以把光線散掉 所以看起來顏色比較深 看起來黑馬馬 顏色比較深 黑的黑潮 流速快 流速快 然後剛才是撞到菲律賓北上 北上碰到台灣 又分開來了 一個走台灣海峽 一個走台灣東部 走台灣東部的叫做黑潮主流 進台灣海峽叫做黑潮支流 這叫支流 然後呢這個主流跟支流 就會有一些影響不同變化 這就是我們考試的重點 就是我待會要交的事情 我等要交的事情 所以一個是主流 一個是支流 一個支流 然後這個支流 會受到一些影響跟變化 是我待會要交的重點 就跟各位講一下海流的意思 簡單的介紹一下黑潮 OK